各位影友,今天又是成为直播时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黄文华会长的《雀鸟》作品 他在五年前我已经给他出了一本《雀鸟的喜悦》 是我们小英学会给他出版的 他真是一个香港的代表,拍摄雀鸟的代表 这本书是介绍了大家如何拍摄雀鸟的作品 以及如何在很差的环境下能够用得好的雀鸟作品 首先他会教你们这个装备 拍摄雀鸟的装备 一般我们穿一些衣着都是一些 没有鲜的红色那些服装 穿一些露露的像树林 大自然环境的颜色的服装就会更好 但是没有也是 盖住了多些不要让别人看到好像有个人 让那些雀鸟就会没有所防备 在拍摄雀鸟的时间 有很多种的方法 和你选择很多是不同的 最常见就是开花的时间 三月份和花放的时间 很多开花的时间 因为有花蜜 那些雀鸟就会有那些花的位置 去找他们彩他们的花蜜 所以我们多数都会在一些很鲜明大红的 在花开的时间就会看到很多雀鸟 好像图片这些都是 那些雀鸟因为想采花蜜 吃花蜜所以他就很近那些花 我们每年三月都会去一个生活的红棉树 不单红棉树很多雀鸟 其他很多开花的树 一篮藤的树 我们是很适合拍摄的 因为那些篮藤的树掉下来的时间 特别美观 就好像角画一样 现在图片这两张 就是用角画的形式拍摄的雀鸟作品 我们留了空白的位置 可以提起一些字体拍摄的时间 我们要记得 如果你想做角画的形式 你留下下面的空间 或者上面左下角或者右下角 任何一个角 有个空间回去就提了字 就像角画了 用拍摄着料的时间 最好就用一些长焦距的镜头 景深转大光圈 好像你一张这样 镜头长的镜头 景深转大光圈 后面的色彩 花的色彩 蒙蒙蒙蒙蒙 前面塞的就是主体突出的位置 所以你就见到这张 着料的色彩很鲜明 整个背景都是一些 红色的花 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背景 有时我们 有时我们来一个 背景 蒙蒙蒙蒙的感觉 你就很容易突出的画面 就很容易突出的画面 就像这只雀雀 将着一只草马 绿色红色刚刚相影成趣 主题就会很突出 我们尽量都是用一些背景 不要太花花的技巧 清清的 一个颜色就够了 这一张其实是一个合成的作品 有时我们同一只雀鸟 拍了两次一次 他未曾担到的时间 或者他吃了之后 还没走的时间 你就多拍一张 这一张就是合成的作品 你看同一个位置 将同一只雀鸟 反转 copy 下去 你见到 有两只 一只好像就看着那只 在吃草马 那个作品给你 这只有一只内容 是丰富的 最鲜明 最漂亮的就是 拍到威仔 精彩 两只雀鸟 小鸟 小鸟 闭嘴 小鸟 正在欠着 妈妈 拿来 那个 虫虫 他们吃 背景 因为长镜 有波波的效果 更加是突出 这些这样的作品 很容易吸引到 评判是比较高分 甚至是拿奖的 你一张两只雀鸟 欠吃 其实它不是欠吃 它是 胃 妈妈胃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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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起来好像欠吃 这些 威仔的作品 真是不容易拍 但是 我就很佩服 台中的 何老师 他常常都 去安排得到 这些 这样的场面 他的雀鸟 都是在自然生态 那里安排 因为那些山区那里 很多 到五、六月 三、四月 很多 就生鸟了 那他就会跟那些 农民 谈好了 附近的 那些 一见到有 小鸟 就会通知他 跟着 他就叫一些影友 去安排 拍摄 他会选择一些 很漂亮的 背景 跟着 将个巢 小朋友 小鸟 移来 他儿子的巢 当然 那个巢很近 他儿子有的巢 的附近 但他选择了一些 背景是比较 清楚 不会集园 又够光的 地的情况之下 发展 那妈妈 一样是会 继续出来 喂那些雀鸟 喂完之后 他们拍完之后 他会将那些雀鸟 放在他原有的脑巢那里 所以 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成长 直至拍到他们 学得 飞行飞走之后 这个摄影就会完成了 有好多雀鸟 除了 不会职巢 他就会找些树 去撒产 这个 鸟 鸟鸟之后 他在喂鸟鸟的时间 那些雀鸟就会飞出来 伸个头出来 搶食 就像这张 这些精彩的作品 真是要很长时间 慢慢细心地捕捉 这个是很漂亮的 雀鸟 这一只鸟鸟 这个鳳鸟的雀鸟 是最吸引的 它有白色 有蓝色 有蓝色头白色 这个鸟鸟也有 有几个半 那一般这些雀鸟 这一只鸟鸟 喂鸟鸟的时间 它的尾 弯起上来 就特别的精彩 这些风虎 旅行风虎 一般在 台湾 和越南 我都见过 尤其是 金门 是很出名的 白色 这个风虎的地方 很多影有 刚好季节的时间 就飞到去金门那边 去拍这些 略后风虎 它的色彩 是很鲜明 你看到 那些 穿鸟是十分漂亮的 选择一个背景 很纯的背景 你就可以拍到 很漂亮的 略后风虎作品 空中 胃部 比较是困难拍摄 那当然 到你 这个 鸟食成熟之后 你就要学习 在空中 去拍摄 有时两只鸟鸟 胃着的时间 鸟鸟 刚刚学飞 妈妈 就在空中 交叉给他们 每一张作品 你都见到 十分精彩 这些百灵鸟 他们非常 我们拍摄最好的时间 就是 两只鸟伸开 那只鸟鸟 十分之处 在这个 红色的 就走开的时间 你就会 内心等候 设定好 一个脚架 设定好 一个位置 一定会有 小鸟 飞过来 所以你要知道 那个天时地位的时间 这只鸟鸟 是十分难拍摄的 你很有耐性 也都是 动了脚架很久 等它 它在天空盘船 很高的天空盘船 盘船到 知道 看到下面 一条鸟 它慢慢 就好 以很快的速度 飞下来 冲下水道 就将一条鸟 你现场看 真的很精彩 但是你要拍摄到 好意思 这一张 是比较有困难 你真是 选择 二千五三千的快门 另一个快门 还有一个连拍 来自 很难得 拍到 这么好的作品 对焦 这一张就教你了 手动 含定对焦 当一只小鸟 未在这个位置的时间 你手 就会 对定一个焦点 在某一个位置 让它 入到你这个位置 然后就立刻 按键 所以叫做 陷阱对焦 这些小鸟除了 胃部之外 可以影它们的温馨状态 好像这一张 一男一女的小鸟 小鸟在那里求牛 那个温馨度 亦是令人觉得是精彩 反而狗真是很漂亮 冲出来的那一刻 在水上冲出来的那一刻 那个动感 水花 都是吸引我们的欣赏 碎料 以前真是很难拍 我试过一天去清衣公园 摸了一天都找不到一只 因为以前 不懂得陷阱对焦 自从 跟了台湾老师 去到台湾拍碎料 原来真是仪反掌 他们在山村山林道的河边 尽了一个 兜兜 把鱼放在那个兜兜里 那些 材料 天天都知道那里有得吃 他就不用周围去找了 然后 然后放一只树枝 在旁边 等他 当想吃这碗鱼的时间 他才站在那碗鱼 那个树枝里 麻烦 静待时机 他就冲下去 一定就有收获 我们只要陷阱对焦着 那个鱼兜 一下来就用连拍 一样是要连连五三千的关门 那些水花 只能够拍得 晶瑩吐头 这些 班鱼 这些 鹰 真是我们 少鱼学会 一个 很重要的杰作 在马来西亚 我们已经出名 坐船出海 去的仪牌道 准备 然后 找个小船 扔一些 那么长的鱼 下去 海道 然后 四周的鹰 就会走出来 抢吃这些 鱼 那么长的鱼 为什么要那么长呢 拍起来 你就会觉得 鱼很精彩 他们什么时候不停争吃 我们都可以 有陷阱大确实的地方 去对焦 去拍摄 这个 技巧叫做追踪摄影 比较难度高 你很多时候 都要 试过很多次 你才可以 实习成功 除了用长镜 用摆镜的效果 这边有写 快门 125分1 秒 是最好的 甚至320分 10分1 月来 我们用摆镜 摆镜 时间钟镜头 慢慢 跟着它飞的方向 一排 就会出现了这个效果 什么时候都是 妈妈位子 精彩的 像你们一张这样的作品 因为 妈妈就到的时间 儿子有可心想吃了 身晒无身 综无综翼 抹大嘴嘴 这就很精彩时刻了 一有两个小鸟 就会像这一张 一来见到 食物来 两只都会抹大嘴 看着妈妈 这张 又是 很精彩的 这个 跳舞作品 两只 很漂亮的学生 在那儿跳下跳下 好像在那儿 求求他 那个方圆用得很漂亮 背景那刻 太阳在上面晒进来 整个月都起在边缸 下雨时刻 拍到鲑鱼狗 好像这张 在那儿和他挡风雨 其实都是有一些 合成的技巧 来的 但是合成的技巧 用得好 那些作品 亲情 就会表现得出来 变成的 变成了这张 好像在那儿和 宝宝 挡鱼 这样的内容 又一张 求偶的作品 突出在后面 刚刚有光 射倒下来 令到他 更加生动 蝶切 一朵小黄花 一个小雀 站在那儿 其实已经是很漂亮的作品 尤其是后面有很多 朦朦的黄花 那你就会觉得 那些画面 是 很优雅 宁静优雅 这些 很趣味的 暗鱼作品 亦都是 一个 很好的内容 好像 小宝宝 很卡通性 又是另一个 的表现 翠鸟丹羽 真是很多 不同的动作 这个两个小暗鱼 小雀 在 在这个 树枝里站在那儿 等着 妈妈的来临 当妈妈一飞来担着鱼 就会拍照了这个作品 我们都要用延拍的方式 希望 走尋到一张 好的作品 你看看 跟着延拍 一下降落之后 两只脚底 就在那儿 搶着 抢这条鱼来吃 这条鱼来吃 结果就是 你一只生赢的一只就没得吃 对吧 肯下一拳 没得吃那只 他怎样 不肯 不肯下一拳 不肯下一拳 哎呀 很想啊 很想吃 那只 多大都快点抢 妈妈的鱼 那只鱼吃 这些年拍 就会拍到 这些精彩的作品 最漂亮的都是将两翼伸展 一个湖散形的 大学的展翅 令画面更加精彩 这个我们又试下 用这个 伏合成技巧 将它做得更精彩 收拾了那棵树 那个树头去 这张照片是不是很简洁啊 真是好像非常紧张的 翘羊 再近一点 拾到那里两张看清楚 一张还不够突出 因为那个空间太大 然后将它裁了 直到仔会大了 你会更加 觉得漂亮正裁 红鹰 在这 非常 展翅 这些 这样的作品 你一定是用一些 听镜效果 去追踪 拍摄 才有 精彩 的环境 这一张 金色的 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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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看着 下面的水塘 那些鸿 准备出发 下去 冲下去 这些姿势 你会看到 很大的感染力 恩爱的作品 给大家看 多数 鸿子就是这样交配 那些鸿鸿 一针 针上去 那只 女的 那里 再变 然后就开始 很快 迅速 很快就会结束 你真是要掌握得很好 在鲜绿的环境下 那些鸿子是特别 突出 尤其是这一只鸿 是没有什么颜色的时间 你找一个 选择一个 很鲜明的背景 都会帮助 帮助这一只鸿粉 漂亮的感觉 我们在 沼泽区 往往 看到这些 这样的 小鸿子在那里走 如果 你只是 选择 只是拍一个河道 就很单调了 我们在这一张作品 就充分利用了 沼泽区附近 那些 小树 那些小树林 好像 在那里 好像一条小树 装出去 令到那个画面 更加是有感染力 裁选 是很重要 在拍摄 这个雀鸟的 摄影 因为 那些雀鸟 什么时候飞来 你一定要拿大一点的位置 你找到一个好的环境 但是可能四边 会有很多 垃圾的东西 好像这张鸿 它在那里 植花物是很精彩 但是旁边的杂物太多了 画面不够简缺 那怎么样 回来就财战了 甚至是把背景换了一个很鲜明的色彩 只是突出这个花蕊 已经是足够 告诉大家 这张画面的优美 是完全不同了 在合成的时间 加上一些波波 当然这些 你之前 是要拍到 一些 这样的画面 有波波的背景 合成之后 三张 当然 见到 就是这一张 这些波波 令到画面 更加生息不少 这些波波的背景 吹味的画面 你猜能不能拍得到 当然困难 小鸟仔 看着大鹰 是不是 但是 这一张合成的画面 你会觉得不趣味感 很有感染力 初生之族不畏固 然后 鹰看到小鸟 已经 虎视眈眈 嗯 够胆埋你 这个就是 一个 雀鳥的狂想 在这个春暖桃花开的季节 这些桃花 真的很适合 我们拍摄 这些雀鳥的 它的花 小小小小小小的 但是 很漂亮 刚刚有空位 就很好 给它们 落脚 我亦都曾经 在影楼 买 当时是过了年 亦都是买了一些桃花 那就 也都是 好像现在这样 你都知道桃花 打横 然后 你将那些采讽 放手在上面 接着 就拍到一些 很漂亮的采讽作品 这个画面真是精彩 因为 你看到下面有很多 一条条的鱼仔 这个角度 你会看到很多鱼仔在那 冲向前 冲向前 哇 大地飞鸣 这一条鱼仔 正是虎视眈眈 这些画面 真是不容易拍得到 所以我说 王文华 雀王真是很厉害 他花了很多时间 去观察 去拍摄 这些 精彩作品 好了 我今天说的 分享着料的起源 到现在 差不多了 下周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